法华经和华言经的背景不同 修行的切入点也不同 法华经的背景是娑婆世界 而华言经则是整个宇宙的世界海 因为背景不同 法华经是对娑婆众生讲义佛称 华言经则是对整个世界说佛陀觉悟的境界 天台宗跟华言宗他们的一个差别是因为 天台宗所终的是法华经 华言宗所终的是华言经 法华经的背景是灵鹫山的娑婆世界 华言经的背景是整个宇宙的无量的世界海 所以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 除此之外 法华经的重点在于说 佛陀在对娑婆世界的众生讲法 说之前所讲的三圣的教法 其实都是一个方便说 唯一佛陀真正要讲的是 希望大家能够成佛的一佛圣 所以这个还是对世间人来讲 但华言经的特点就在于说 他是面对的是整个世界所有宇宙当中 来去说法 说什么法 说佛陀的觉悟境界是什么 所以华言经其实这个佛 是一直在释迦摩尔一直在菩提树下 他没有离开 他只是在放光 所以这个放光就照到不同的世界 那不同世界的菩萨都来赞扬佛陀 所以这个佛根本没有说任何法 那根据这两个经典的特色 所以天台中主张的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从凡夫的一念心来去做修行 那华言中就主张说 我们必须要学会像佛陀那样的去观照世界 那用一个很宏伟的很巨大的那个世界观 那所以要把你的心提到跟佛一样的境界 你才懂得怎么样去修行 天台与华言进入的境界是不同的 天台中是从凡夫的一念心去修行 而华言则是学佛去观照世界 用宏伟的世界观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宜兰兰采访报道